學主音 這樣比較可以表達 那他已經很能寫 那就是想辦法 讓他的手有一點支撐力 其實像這樣 還好嗎 阿姨你還好嗎 媽媽啊 媽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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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很奇怪 我們換了第六家 這一家非常好 我找不到更好的 可是他會 說這樣的話 如果是之前的那個 他說這個我沒有 我完全能理解 可是這一家非常的好 那些看護啊 那些所有的人 都對我媽媽非常好 不過我們是剛去了 大概還不到一個月 那 那你可能需要問他 因為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說 對 所以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說這樣 那 我沒有辦法理解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帶他回家 對 是因為我們家住三樓 是 沒有電梯 那如果回家的話 對 那我經常就會 希望帶我媽媽出去看醫生 或者說去做福建或去公園走走 那那樣的話 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而且實際上 那個看護那些 很多我們鄰居就有看護跑掉的 逃掉的什麼 而且一個看護要24小時 這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變成我一定要劃下去 那 其實這也沒關係 但是問題是 約而 就所有的事情 我 我在家上看護 然後要上下樓梯 這個對我們來說是太大的負擔 對 那我們一直給他換 終於又換到一家非常好的 嗯 所以 要看看他的感受是什麼 對 他也沒有覺得不好 他只是想回家 對 看起來是這樣而已 對 可是你看阿姨 還要不要再講一下 你要不要再講一下 好嗎 看看 要再說一下嗎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很清楚 知道 因為我剛講話的時候 他沒有看著我 我不知道他 對我說的話 他有沒有 有沒有意識到 我講的東西 這樣 當然 我們會用眼神接觸來 確認他的注意力 但有時候不一定 因為耳朵 有可能還是可以聽到的 但眼睛不見得可以 同時做這件事 所以要問他 看他 阿姨 你剛剛有沒有聽到 你女兒在跟我講的那個 事情 來 說一下 你看看他眼睛都沒有看著那個板子 我看的是他的手有沒有 我看的是他的手有沒有在動 我不是在看他眼睛 他如果寫了亂七八糟 那我就會要把他叫一叫 他如果手在動 那就讓他寫 就像我們 其實要寫字 不需要一直看著 正打電腦一樣 你如果熟練 你如果知道你在做什麼 本來就不需要看眼睛 嗯哼 那他當打的就是這樣 也還可以嗎 嗯 對 就是我不會一直去注意他的眼睛 喔 你很 嗯哼 嗯哼 要寫的是什麼 OK par 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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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